好 來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Eric Eric給的價格呢 好 來 Eric又不一樣喔 看法不一樣 本來是220萬的 那現在呢 他的價格呢 又往上增加了18萬 現在的價格呢 來到了238萬 來 Eric 為什麼 其實我不得不佩服這個邱董 2010年的時候 竟然可以用150萬買到這部車子 它的確是一個 非常好的投資標的物 進可攻退可守 又有玩 又投資報酬率又高 其實這部車子應該這樣講 在保時捷911這個 到了993是最末代的一個 氣冷引擎 所以也就是男子漢的最後救贖 因為再來到996 就是水冷的引擎 已經喪失了當時911的這個 原始的這個風範 那當然在993TACA這部車上 雖然取消了B柱的那個 原本那個做大的B柱 但是它卻是全世界一個 第一個採用全景天窗的 一個車種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在這個 聊天的時候 我問了邱董 這部車子是永業總代理 總代理進口的 所以這個車子 又是正式的一個牌照 再加上在原廠花了 100萬的一個維修保養 那雖然說B柱這個腳鍊 這個門指器這個部分 稍微有一點點的瑕疵 不過這是一個993的通病 那目前在整個市場行情上面 其實到250、280都不為過 因為TACA的車子為數非常的少 全球也不過就只有4000多部 而且我們應該這樣說 這個車子是有行無事 為什麼無事呢 不是因為沒有人買 是因為沒有人要賣 你只要喊出來說 我這部車子要賣250萬 我保證有250個人來問 那董事長 你那時候是怎麼來的 那時候也是透過朋友介紹 有一個朋友剛好 要放一部車出來 那他車庫裡面車非常多 就是那個小圈圈裡面 自己在那邊交流了 對 所以這些車 不太會流到外面的車行 或者說什麼網站 都正在認識的 比起電話打一打去 所以董事長 我覺得今天你要跟那個 James浩交流一下 因為他剛剛給的價格 就已經很高了 你如果要讓車的話 就讓給他 來 James 我看你的價格 268萬 你看 他本來是給258萬的 然後現在已經變成268萬了 為什麼 不滿跟大家說一下 James 那個Eric Eric推薦給你的是不是 因為James也是保持捷的玩家 我剛剛有偷瞄到他有家教 我想說可以買 他比較省一點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你的測試 好 最重要的就是龐德 我們來看一下龐德 好 龐德... 龐德最高啦 其實一來一定要有請假嘛 對不對 二來 說實在的... 我很捨不得他 如果有一天把這車賣掉 我覺得很可惜 對 我覺得把它寫高一點 但我認為說在現在來講 我覺得250 我覺得這是沒有問題 龐德給他是280萬 那最重要的話就是 你在試駕的時候發現 他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對 就是說這是個 很肯花錢的車主 一般我剛才強調那個引擎的部分 一般漏油怎麼可能把引擎 全部重建是原廠做 對 那我們說那個A柱上那個駕鑣 那個東西 我剛才講的不是誇張 因為那個整個車體 是連在一起的 不可能為了那個東西 我真的換個車殼吧 所以那個東西 既然列為通病的話 我覺得幾乎每一台車都有 那個現象 也不能把它列為一個大扣分 對 而且那不影響結構 只是每一台車都有 我也有而已 好 今天非常感謝這個邱董事長 來討論節目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特別歡迎的就是James James 你好 麒麟哥好 Erik老師好 大家好 我是James 蘇槍伯 好 來 槍伯的話呢很厲害 他跟那個邱董事長不太一樣 那邱董事長的話呢 他是為了議員以前 在那個美國念書的夢想 所以有一個這個Posh的993 那告訴各位 槍伯不一樣 他是去逛街的時候呢 看到了 他就來了 逛街 你剛剛是不是這樣子講啊 逛街嗎 對啊 不是嗎 算是路過 對 你看 更慘吧 你看 更厲害吧 我剛剛講逛街的話 還刻意有去逛街的意思 他不是 路過 沒有人去逛...逛showroom 就沒有人去逛街啦 就真的就是路過 路過看到這台車 路過然後你就決定 當下就買了 可以這麼說 不得了 可以這麼說 所有的人聽了以後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呢 你看 你看喔 他路過以後呢 就買了一輛車子 這輛車子是什麼 來 告訴各位 來 BMW的Z435i S 製作單位特別要告訴我說 後面那個S要特別強調一下 對 一定要強調這個S 因為一般版的Z4 有23i 35i 那IS呢是 算是Z4的一個頂級版本 它有的這個動力輸出 比一般的35i來得更要強大 多了三十幾匹 再加上它有全車的這個 M package的這個外觀的套件 底盤的套件 內裝的套件 包含懸吊系統 都比一般的35i 更來得低了 10個mm 所以呢 這個車子是 我們剛剛講是Z4的一個頂級版本 跟一般的35i 其實是有所不同 我問一下James 你知道當時你看到的 路過的這輛車子的話呢 是這個Z4裡面的頂級的車款嗎 其實我當時一點都不知道 你就只是經過 然後看到說 這輛車子很漂亮 然後你進去以後才發現過 對 我當下的感覺 真的也是很簡單 就是被它的外觀吸引 好像... 那時候感覺好像 回到學生時期看到... 隔壁的... 對... 看到一個新的女生同學就是來 然後你就是愛上他那種感覺 就是一見鍾情啊 對 所以... 所以我其實看到他的時候 是一見鍾情 沒錯 那我跟Sales還是不敢跟他講說 我那麼愛他 但是我就還是有點... 就隱藏了我對他的那個愛意了 不過當時真的是一見鍾情的感覺 你這輛車子持有的時間 已經有三年了吧 2011年 算了 兩年 三年左右了 三年多 我們現場就來看一下 這輛車子Z4的一個頂級車款 為什麼呢 價值418萬 James呢 帶我們仔細的認識這輛車子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我的愛車 BMW Z4 35 IS 我的這台愛車呢 我都稱它為小四 這台車當初最吸引我的其中一個部分呢 就是... 大家可以來看到它的車頭 這個車頭其實跟一般的Z4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一開始呢 就是標配了M Package的空力套件 是不是非常吸引人呢 另外在大燈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覺得非常... 車子我不會放得不開 所以你這部車子的話 其實是代步車了耶 對 已經都有在開喔 而且高速公路有 我也會跑 可是看起來保養得還不錯 來 他給的一個價格 為什麼落差那麼大 你能不能跟那個邱董市長一樣 你也估一個那個... 讓他不會賠錢自己的價格吧 Targa不一樣 Targa不一樣 來 James居然現在估這輛車子 Z4的35IS頂級車款呢 目前市場上的價格呢 他估的價格是177萬 好 來 我們請各位呢 這個鑑定大師呢 幫我們好好鑑定一下 好 這輛車子呢 是在2011年買的 當時買入的價格是418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來 我們先看一下邱董市長 來 邱董市長 我們先看一下您的 邱董市長給的價格呢 是230萬 因為邱董市長很會買啦 他買一個價格呢 自己買的車子買250萬 他自己給自己的價格是200萬 那現在James的價格呢 買418萬 他現在給的價格呢 是230萬 好 我們來看一下龐德 龐德給的價格是200萬 給的價格也還不錯 另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寶哥 寶哥你給的價格是最低的 對